十,审判 读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这一节圣经是圣经中最严重的一节 教人读了不舒服,听了不喜欢 这定命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人会死 第二部分就是人死后且有审判 如果神所定规的第一件,死,你可以逃脱 那么神所定规的第二件,审判,你也可以逃脱 如果第一个定命死会应验 那么第二个定命审判也必会应验 朋友们,不必问你会不会受审判 先问你会不会死 死如果是确实的,那审判也必定是确实的 一个事实,不会因你的不相信就变为非事实 事实永远是事实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有神 你信有神也好,不信有神也好,但有神总是一个事实 好比太阳排在空中,一个眼瞎的人相信有太阳也好 不相信有太阳也好,但有太阳总是一个事实 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有罪 人信有罪也好,不信有罪也好,但有罪总是一个事实 圣经也告诉我们有死,这也是一个事实 圣经说到死,比平常人说到死更多 你相信人会死也好,不相信会死也好 死总是定规的 圣经里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关乎将来的 有许多人因此忽视他 这个事实就是审判 你相信有审判也好,不相信有审判也好 审判都是有的 罪大也好,小也好 文明一点也好,粗鲁一点也好 外壳好看的罪也好 外壳不好看的罪也好 受社会攻击的人也好 受社会欢迎的人也好 无论如何,都是要受神的审判的 事实是用不着证据的 凡是事实,都用不着证明 圣经不必证明说你是有罪的 因为你是有罪的 圣经不必证明说你是会死的 因为你是会死的 照样,圣经也不必证明说有审判 因为是有审判的 朋友们,你的罪已经解决了没有 也许你听过几次的福音了 但还没有解决你罪的问题 还没有得救 然而你不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也不能知道自己要什么时候受审判 许多人以为审判是不要紧的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不解决你罪的问题 把审判弄清楚 那么将来审判对你是无情的 圣经不只告诉我们有审判 也把审判的结局告诉我们了 将来神要审判全世界人的罪 他要报应那不认识神 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 贴萨罗尼加后书一章八到九节 下到地狱 圣经告诉我们 神爱世人这是真的 同时告诉我们的地狱之火 也是真的 审判时有谁能推诿吗 也许有人想 将来我站在审判台前 同神讲讲理由 也许讲得通啊 比如对神说 你不能叫我下地狱啊 因为我听到时没听明白 但是朋友我告诉你 神早已定归了答复你 叫你无可推诿 请你听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威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 主耶稣在这里说出一件事 就是审判 将来在审判台前 神要自己定他们的罪吗 神只坐在那里 叫尼尼威人起来定他们的罪 尼尼威是一个很大很出名的古城 城里的人都是罪人 神就派一位先知名叫约拿 到他们那里宣告说 再等四十日 尼尼威必轻腹了 尼尼威人听见了先知约拿所传的 就宣告尽时 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马衣 窃窃求告神 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就不降祸于他们 他们就得了赦罪的恩典 尼尼威人 不过听了一个约拿的话就悔改了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今天的人呢 有神的儿子亲口的话 今天有谁没有念过圣经呢 有谁没有念过约翰福音呢 今天没有人敢推诿说 没有听过神儿子的话 如果你从来没听见过神的儿子 为你死 就没有话说 如果你已经听见了 那么将来的审判 你就无可逃脱 在审判的时候 尼尼威人要站起来说 我听了约拿就悔改 你们听了神儿子的福音 还不悔改 难道还可以陶醉吗 或者有人说 不错 约拿是真的到尼尼威去传道了 所以尼尼威人有机会悔改 但我是个乡间的人 在我的地方 又没有人把福音传给我听 像我这样的人 也许神不能定我的罪 但是我告诉你 主又说了一件事 叫这样的人也无可推诿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籍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 当审判的时候 一个南方的女王 要起来回应这种人的辩论 来定这世代的罪 这南方女王 是士巴国的一个女王 士巴国就是现今的阿比西尼亚 这个地方比埃及还下去些 这十八女王 因为听见所罗门王的名声 是怎样的有智慧 她就真是不远千里而来 看哪 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我们的主耶稣 是比所罗门更大的 他所说的 比所罗门更有智慧 关系更大更深 关系到人的永生永死 一个南方女王都肯不远千里而来 听一个所罗门王智慧的话 你这离城百里甚至不过二十几里的人 难道不能进城找一个福音堂 听听道吗 所以 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 当审判的时候 是没有借口可说的 审判时有谁能设法逃脱吗 也许有人想 既然有审判 那我就想个法子逃脱 我下了阴间就躲得阴间不出来了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不复活好了 我在阴间躲一躲岂不甚好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法子不中用 请你听神的话 他们虽然挖透阴间 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 阿摩斯书九章二节 参阅诗篇一百三十九章八节 你算能挖透阴间 神的手也要把你从那里取出来 还有一等人 也许是现在的科学家 想当审判的日子 就乘飞船飞到天上去 停在最高的地方 这样就可逃脱审判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法子不行 请你听 虽然爬上天去 我必拿下他们来 阿摩斯书九章二节 爬上去很费事 但神把你拿下来很容易 也许有人想 我逃到深山丛林里去 有谁能找到我呢 但是神的话说 虽然藏在加密山顶 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 阿摩斯书九章三节 你想深山里树木多 藏在那里就可以逃脱审判的了 但是神轻而易举 就把你搜寻出来 也许有人想 躲在阴间不行 飞到天上不行 藏在深山不行 那么逃到海底去吧 但是神的话说 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 我必命蛇咬他们 阿摩斯书九章三节 你藏在海底 神不过命蛇 把你咬一咬 你就无处逃了 以上几种光景 不过是神画几张图画给你看 阴间也好 天上也好 深山也好 海底也好 在人手里 你可以逃得脱 在神手里 你就逃不脱了 审判时还有什么光景呢 格拉逊啊 你有祸了 伯塞大啊 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 蒙灰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百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索多玛 它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 索多玛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如果你今天还是犯罪 还是为世界火 还是寻求自己的快乐 我就请你要注意审判的问题 你不会不死 也不会不受审判 审判是定规的 就像死是定规的一样 从前主还没降生 神的儿子还没有为人 担罪而死 人还不知道有罪有审判 就还有可推诿的 但是今天你们已经听见了 神的儿子为你们死了 如果你们今天还没解决 你们罪的问题 如果我们传福音的人 有够多的眼泪 都要为你们流了 因为将来的审判是最严重的 世界会过去 你也会过去 世界上的快乐也会过去 但是审判不会过去 人如何能逃脱审判呢 我们人要逃脱审判 就要先问将来 为什么要受审判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 如果罪被你逃脱了 那么审判也可以被你逃脱 审判在原文与公义 定罪是同一个字 如死后且有审判 都为死后且有定罪 意思是一样的 罪这件事啊 每个人都不能逃脱 如果人没罪 那么聚会的房子也可以拆了 因为用不着了 我也可以不做一个基督徒了 圣经也可以拿去烧了 我什么事都敢做了 就是因为罪是真的 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所以我需要一位救主 我知道有一位神的儿子 他担当了我的罪 流了他的血为我赎罪 我知道罪的问题一解决 审判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神用什么法子救我们脱离罪呢 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 神的儿子替我们死了 神的儿子这句话 在我口里甚是甘甜 在我耳边比音乐还动听 在我的思想里 真是失忆至极 神的儿子来替我死 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的罪 替我受了罪的刑法 因此我得救了 我自由了 这是福音 我的目的不是要把 祸音带到你们面前 说你们要死 要受审判 我之所以先给你们 看见审判 是为了叫你们知道 自己有一个需要 一位单罪的救主 不要误以为 耶稣来是服务社会的 是讲不爱平等主义的 是来做人的模范的 这不是福音 这乃是从魔鬼 从地狱来的祸音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来是顶替我受了审判 本来是我当死 却是耶稣替我死了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神在那时不能不离开他 他从天上来 叫我们可以往天上去 他离开神来到世界 叫我们可以亲近神 他便贫穷 叫我们可以得着富足 他来到地上 叫我们可以脱离地 他来替我们担当罪 叫我们可以脱离罪 他替我们受了审判 叫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 都可以免受审判了 但愿我们今天听见耶稣对我们说 罪人 我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了 叫你能够看见天父的面 我死了 你活了 请你诚心相信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 请注意 定罪原文是审判 换句话说 就是信他的人不被审判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再听一节经文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一个人听主耶稣的话 又信差他来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审判 已经出死入生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步道 一个医生快要死了 有人叫我去讲一点福音给他听 他知道一点教会的事 现在费病到了很重的地步 我到了那里 他说 我曾听见过耶稣的事 但是我一直拒绝 我劝他安息一下 但他说 我是医生 我知道我的病是要死的 我曾做军医和地方上人来往 犯了许多罪 我懊悔了 我没办法 我已犯了罪了 现在我心里不平安 死后也不能见神的面 后来我就把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的话 读给他听 他听见上面的话 知道神要把生命给人 只要人相信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就已经出死入生了 他就平安了 这个人的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转变呢 我来的时候他流泪 我走的时候他却能同我拉手说谢谢 我知道 将来在天上我必定还会见他 但是朋友们 请你不要等到那一天才信 不要等到末了的机会才信 请你现在就对神说 神啊 我接受你的儿子做我的救主 啊 神的儿子已经替你死了 替你受了审判 所以罪人呢 请你来 我接受你的儿子做你的儿子做我的